这里是TinyFu的胡说八道 我是TinyFu 今天的题目是一个文件 让几千亿市值蒸发 无数的股票跳水 但是国家新闻出版署今天发布声明说 网络游戏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旨在促进行业繁荣健康发展 版署为什么要打击中国的经济呢 这是故意的吗 那么昨天的新闻是 版署发布了一个叫做 网络游戏管理办法的 这么一个征求意见稿 就是首先第一 这不是一个法律 它是一个管理办法 当然在中国呢 这个宪法法律 还有行政法规 其实这个大概能算到行政法规律 它也是有一定的法律效益 然后呢 当然在中国你懂的 还有一些东西 即使没有法律效益 它能管你 因为它的这个部门有这个权限 它也可以管你 那么 但它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稿 但是昨天就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在推特上 首先是看到我这些 在游戏行业的一些认识的一些推友 就开始在讲 这个行业要出大问题了 然后我们才去看新闻发现 网易啊 搜狐啊 然后不是网易啊 腾讯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独立的游戏公司啊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游戏公司的股票都大跌 你如果看到过那张图 你会觉得很惊讶啊 这都是股灾级别的水平了 当然它不涉及到别的行业 但是在游戏行业 这已经是股灾级别的水平 前两天大家才在谈说这个 这个中国的这个A股的指数已经降到2900 要不要降到2800 甚至会不会更低 当然一直我们都知道股票可能能代表中国经济的至少是某一个面向 那么在大家在全社会在这个政府都在关心这个股票 能不能止跌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文件 而且是个草案还没执行 就干掉了整个市场几千亿的市值 而且被干掉市值这些行这些企业其实是之前在这个 经济下行中没有被影响到的游戏行业 其实相对来说 就是说还是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个亮色的部分 结果他们被打击了 那么昨天就有很多人在说这个事啊 因为很多人都很感慨 因为你真的是美国打击中国经济 想这么精准的打击某一个行业 对吧 或者是打下了这么多市场份额 或者说这么多这个市值都不容易 而我们自己一个文件就搞定了 然后呢 今天呢 但是昨天整个这个事就没什么回应 政府部门那边没什么回应 就是民间不停的在散布各种恐慌的情绪 游戏公司很恐慌 然后各种 因为其实游戏公司是各大互联网公司的广告金主 很大的一块 你看我在玩抖音啊 或者是我在看这些听书软件啊 因为我最近看各种爽文小说 中间的很多广告其实都是游戏广告 有的是夜游 有的是这种APP游戏 有的是这种微信小程序 有的是抖音小程序的游戏 那么游戏行业如果出问题 其实整个互联网行业 其他的这个公司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即使像抖音已经把自己的游戏部门给裁掉了 哎抖音是不是提前知道这事 所以提前把游戏部门裁掉了 但是微信啊 他们其他都不知道 就是腾讯他们都不知道 但是即使抖音裁掉了游戏部门 但是游戏行业如果出大问题 对抖音的收入其实也是有影响的 那么到了今天啊 刚刚可能是下午四点五点的时候 新闻出版署终于姗姗来迟的给了一个回复 非常详尽啊 讲我这条规定是什么意思 我那条规定是什么意思 然后总的来说 说我这个不是为了打击行业 我是为了让行业健康繁荣稳定的发展 呃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首先我我会想说啊 就是在这个事情上 我还是相信新闻出版署的 因为新闻出版署没有必要在 整个啊国民 整个国家 整个政府在各个大家都觉得说 现在经济形势不是特别好的 这个时间点去狙击一个行业 让他这个发展不起来 呃当然他是希望这个行业发展起来的 呃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阴谋论 对吧 但是新闻出版署为什么这么做呢 呃又其实又有一些背后的原因 因为其实你知道政府的不同的部门 他其实也有不同的KPI 就像在这个企业里头 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KPI一样 比方说我们以前有个词叫 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把市长和市场连在一起呢 就是市长省长啊 这种官员 他们可能往往是跟经济KPI啊 跟GDP啊是有绑定的 但是像中宣部啊 像新闻出版署啊 像什么这一类的部门呢 他们的KPI或者他们的呃 这个核心考核不是说经济发展 比方说中宣部管理中国所有的宣传部门 那么是说中国的这些报纸啊 电视啊呃 这些广播啊 这些这些网络文学啊 或者是网站发展的很好啊 挣了很多钱 中宣部面子有光吗 不是 中宣部的任务是控制这上面不出问题 新闻出版署本质上也是这样的 实际上新闻出版署以前是管不到游戏的 实际上本来这个新闻出版啊 这个这个出版其实本来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概念 只有把它印成书才叫出版啊 新闻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新闻出版署 它本质上是这样的 甚至在过去曾经流行过这么一件事 就是说你知道你买很多计算机书 技术书它会配一张光盘 那么就是被管理的这个出版是很难的 很严格的 那么我想出一本书 当然出对出对那个大出版书来说还好 如果说我私下想出一本书 或者是我一个企业想出一本书 或者我一个个人想出一本书 我去弄弄这个书号很难 那么其实当时就有一种办法 就是我其实是在卖张光盘 就是我申报的时候说我是在卖光盘 但是我给光盘配了本说明书 这个说明书就不算出版了 它算是一个附属品 就像你卖一个产品的说明书一样 那实际上我卖的时候 我是以这本书为主体去卖的 这个光盘是附的 但是我在申报的时候反过来 这就是为了逃避新闻出版署的管制 那新闻出版署和中宣部这些部门 它的特征都是不希望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不管是在印刷品上 还是在互联网上 但是呢这几年的一个变化 就是网络游戏被当做一种网络出版物了 其实今天我们知道有这个APP备案 就是把APP也当做出版物了 那么之前有这个网站备案 网站其实你可能被他们 也可能理解成被他们当做一种出版物 就是说今天只要能出现文字的部分 对吧 网站上可以有文字 APP里头可以有文字 这个游戏里头可以有文字 或者说可以传达某种信息的东西 今天其实统统都被出版署给归拢了 那么以出版署的逻辑 就是他们以前审核书这个逻辑 他们是这样的 书是有书号的 所以说不是说你想出书就能出书 你别看我出了两本书 那是因为出版社让我出书 当然实际上找我来的出版社是出版工作室 他们本身也没有书号 他们就是一些善于去做书的人 成为了一个公司 给我做书的这家公司 其实是国内的一家非常出名的畅销工作室 他们呢 但是实际上他们拿到的书号 就是他们跟大出版社合作的 而大出版社呢 实际上都是大国有企业 他们又是被出版署直接管理的 实际上出版署 他们怎么去控制中国有多少本书呢 他们就是给这个出版社分多少号 那个出版社分多少号 那在这中间肯定涉及到你听不听话 等等等等 所以呢 新闻出版署啊 他一贯以来的一种思维就是 你要干事之前 你要先申请 你要有资质 虽然今天 比方说我出书 我没有跟具体出我这本书的 所谓提供书号的出版社打一毛钱的官司 但实际上本质上 我出这本书在中国的法律上 是那个出版社 他在跟新闻出版署 或者说他跟整个出版行业的这么一个关系 对吧 虽然我没有做任何事情 但是实际上是有这么个关联 那么整个网络游戏在中国能得到巨大的发展 中国互联网在中国能得到巨大的发展的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在前20年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其实对互联网是个什么东西 对网络游戏是个什么东西 不够理解 不够理解 所以没有进行管制 所以他才能成为一个比较自由自在的市场机制 所以他才崛起了这么多的非常大的公司 可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今天中国的很多互联网公司里头的游戏部门 或者叫游戏公司 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游戏公司了 虽然有一些最著名的游戏不是我们搞出来的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了 但是总的来说 从市场份额上等等 这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中国有巨大无比的市场 但是中国有巨大无比的市场这句话 它本身不能起作用 还得加上你有一个比相对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 以前在新闻出版署没有管这个事之前 以前在政府部门对游戏网络行业不太了解的前提下 这些东西都在疯狂的发展 发展起来以后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行业了 同时政府部门对互联网的理解也开始加深 包括一些资深的互联网人 他们加入了政府部门 慢慢的政府知道怎么去管制这个行业了 于是之前就搞了个版号 这个版号其实就是要把这个对游戏的管理 纳入到类似于书籍的 但毕竟是不能完全一样 如果真的是按书那样搞的话 那游戏行业真的就毁了 但是仅仅是这么一个行为 加上这个出版署自己的一些官僚机制 就把中国游戏行业搞得 已经是天翻地覆了 把很多小游戏公司直接给搞死了 那么现在版署要干的这些事情 其实就是他这种惯性思维 就是我以前我的管理第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有这种备案制 或者叫做版号制 或者就是类似于书号制 就是你就是每年有多少游戏上市 我其实得预先知道 我得预先审核 我能控制整个市场的规模 我也能控制这个市场上 什么样的内容的规模 比方说我觉得这个最近 什么样的游戏太多了 我就不让这种游戏过审了 就类似这样的事情 其实你知道在书籍里头 在电视剧里头 都都有这个现象 比方说一般人都知道的 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各种探案剧 就是比方说中案六组那种探案剧 政府的一些老爷们一看 哎呀这个太血腥了 而且这个案子里头有一些是什么 中案六组就有一集 当然实际拍出来的画面 没有那么血腥 就是有一个罪犯 潜入到女生宿舍里头 一个女工宿舍里头 连杀了十几个人的 这么一个故事 非常血腥的故事 但是拍的时候没有拍出来 但是讲这个故事本身 这个老爷们就害怕 吓着小朋友们 对吧 所以说就开始限制 在电视上出现一些罪案剧 后来呢 那我们拍反腐剧吧 拍反腐剧拍多了 你得限制一下 你拍这么多反腐剧 你是不是说我们贪官多呀 那我们就拍这个什么什么 就是或者我们拍穿越吧 我们拍宫斗吧 你就知道你某一个类型 特别火的时候 因为资本他当然是很清楚 资本是看到什么火 他就做了 就很多 那么就形成两个东西 一个感觉就是好像这个东西太多了 有一种行业乱象的感觉 另一种呢 就是说老爷们就会担心说 哎这个东西做多了 会不会影响这个整个国家的稳定 最后我们就变成 我们只能去看这个抗日神剧 因为好像你没有 老爷们觉得你 你不能禁止抗日神剧啊 你你能扼杀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吗 对吧 如果他没有中间没有政治问题 你是不能扼杀的 所以实际上板鼠 他是有个惯性思维 就是他今天要做出来 这样的一个管理条例 实际上就是说 既然我们用版号已经控制住 谁能做游戏 谁不能做游戏了 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按照我们这个逻辑啊 我们要开始调控市场上什么样的游戏多 什么样的游戏少 游戏都应该是什么样 以前我没有这个版号机制的时候 我是没法调控的 那么板鼠这么做是不是一个坏心思呢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坏心思啊 就是这是你建立起了这么一个官僚机构以后 他就要给他自己找一个存在的理由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之前这个中国这个人口下降以后 很多人在说这个计生部门会不会被取消掉 我说你太不懂什么叫官僚机构了 这个所谓的官僚机构就是一帮人 这帮人里头有领导有下属 这一帮人盘根错节对吧 然后呢你又是谁 哪个大领导派下来的女儿 你又是哪个大领导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外省等等 就是一所你知道计生部门 他也是也你他就是个官僚机构 你懂吗 这个官僚机构 他一开始的目的是政府说 我要设立一个计生部门 我的目的是计生 但是这个官僚机构一旦立住了 那个目的就不重要了 我核心问题是 我怎么让我这个领导 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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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魏纪委的这个领导 我能年年升官 年年发财 那领导们现在认为 人口太多了 那我就去要求你们 去不要生孩子 对吧 我用各种方法来达到我的业绩 然后让领导高兴 所以我这个计生部门 就可以继续的活下去 那这时候有人说 是中国人口太少了 你们不能继续搞计生了 那这个部门 就有巨大无比的动力 因为你把我们开除了 我们怎么办 对吧 你说这个不需要计生了 那这个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对吧 那那我们当然就要发动各种各样的人 去找关系 找老领导 去找一些文人 找些说客 我们就说中国人口 其实还是太多了 当最后所有的现实 挡不住了以后 又怎么办呢 其实在上面大领导们 他们会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说我现在一下把一个 计生委这么大一个部门 裁撤下去以后 会不会造成一些不安定因素 这帮人会不会出来反对我们 对吧 其实你知道 很多这个读历史的人 最近这几十年 知道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说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李自成造反吗 就是因为李自成本来是一个体制内的 一个就是那个驿站里头的一个小利 但是明朝这个经济不行了 以后呢 这个义路迟坏 就是给驿站的预算也不够了 然后这个驿站系统也不行了 然后呢 就把他给辞退了 把他给辞退了 就造反去了 所以其实你知道 这跟企业里头裁员是一个道理 一方面这帮人不想被裁 对吧 另一方面大领导呢 也不想随便乱裁一个部门 一下裁几百人 当然既生可能一下在全国裁下去 可能得几十万人 就是才这么大一个体系下去 他也不能 那么最后就出了一个神操作 那你寄生以后就管多生孩子吧 你想想当年这个魏纪委的目标是不让你生孩子 对是给你发病套 然后呢 强制你结扎 然后呢 甚至很多地方的魏纪委干的那种事情 就非常惨绝人寰 就是强迫大月份堕胎 大月份堕胎 其实就类似于杀人了 你知道在基督教里头认为三个月 当然不同的教派不一样 有些教派认为三个月以上怀孕就已经是个生命了 有的观点是认为 比方说 比方说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 然后呢 拿出来暖 那个放到那个暖箱里头 能活下来的早产 如果比方说四个月能活下来 那么四个月就是个生命了 对吧 但是 不管怎么说 按照任何一个国家的逻辑 七个月以今天的这个科技水平 大多数七个月的胎儿 是可以直接在暖箱里活下来的 无非是早产而已 早产当然不好了 就是把一个早 把一个七个月的胎儿在母体里搞死 用毒药 或者用毒针 或者是用指定用机械绞碎的方法 这都是非常惨无人道的东西 但是呢 这帮人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就变成了 哎呀 你们夫妻怎么能天天不过一生活呢 你们不 这这 当然这次这个打击游戏这个这个事 很多人也会去猜测 是不是为了不让你们打游戏 让你们有时间去过一下夫妻生活等等等等啊 反正 所以你要明白 板鼠他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是有他自己的一套习惯性的操作的 他怎么管输 他怎么管电视 中宣部怎么管电视 板鼠怎么去管输等等等等 他们是有一套惯性的 这是这个部门的惯性 虽然游戏是刚刚被纳入进来 就是刚刚被管起来的 他有他的一套惯性 他不是故意的要去干坏事 但是影响非常非常大 这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习主席说的 我们要小心塔西托陷阱 这是习主席说的 就是说什么叫塔西托陷阱呢 就当政府做有些事情 做的太粗糙了 或者是太不好了 做的最后你就算做一个正常的事情 老百姓也不信了 你想想我们刚在一两年前 一个文件就打烂了一个叫教培的行业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发一个文件 大家一看 你这不是不让我们这游戏公司挣钱吗 所以他就可能会想 你的目的是不是直接把这个行业给抹平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种 这种误解 我认为真的 我不认为板鼠的心思是直接把这行业抹平 因为从这个板鼠这个直属管理部门的利益来看 这个行业如果彻底没了 他也没有利益 对吧 他当然希望这个行业还是蓬勃发展 但是是在他的控制下蓬勃发展 他能写很多文件跟上级汇报说 你看由于我们的管理什么样恶俗 什么样恶意的充值的游戏少了 但是整个游戏行业还是蓬勃 他还是希望有这么一个结果 他当然不希望把游戏行业都打死 但是问题是 你这几年政府的很多文件 很多这种做法有点过于简单粗暴 那么游戏行业会认为是这样的 这自然是这样的 自然会有这种担心 第二呢 就是板鼠他其实没有太多的 这种互联网管理的经验 或者说他现在管理游戏也是刚刚开始管 他里头的那些官僚主义和 互联网这种日新月异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冲突的 在这种情况下游戏行业和资本对游戏行业 未来的潜在政策风险 他有非常大的担心 其实也是合理的 所以我在讲就是说 有的时候很多事情 我不认为说这天下都是坏人 世界不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你说板鼠这帮人 他们是坏人吗 他其实说句难听的 你在国家各大部委工作的很多人 我也认识一些 就是当然没有特别大的高官了 就是很多人他也就是一个正常的工作 他也是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 他跟你在企业里打工是一样的 很多人不就是考工考上去的吗 除了有一些家里有背景的 红什么带 或者是官员子弟 但大多数的 其实你知道政府部门里头的很多人 他其实也是普通人 他也就是公务员而已 他只是选择了一份工作 他也没有说到处都有恶意 但只不过 他因为他们有很多在政府公务员 这个职位上工作的很多人 他可能社会经验不足 他对行业 实际上对经济的影响 他也不太了解 但是他呢 他奉行的 或者他做的这些事 都是他的这个部门利益 或者说他的部门规定的 或者是他的上级领导规定的一些KPI 他们有时候觉得 甚至他们有时候是好心 比方说有些家长抱怨 说有些游戏充值太狠了 或者有些游戏孩子一天24小时玩啊 等等等等 但是我之前很早以前 其实我就说过这个事 中国的这个政府管理水平 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 谨慎许愿 就是很多家长许愿说 哎呀 现在这个教培行业太混乱了 结果光朗一下教培没了 教培没了 然后呢 很多家长突然就疯了 说那我这孩子 你说你说如果我学个英语 或者我去跳个舞 我这有可能是为了未来着想 对吧 未来着想 但是我现在孩子数学就不好 我本来就要补数学 你现在突然不让我补了 我这孩子直接就天天挂科了 对不对 后来学校又去开 开始搞这个叫做叫做 叫客服什么的 对吧 不得不又去搞这事 就本来社会已经解决了 那些小饭桌啊 课 辅导课啊 什么的等等 因为一纸一纸政令又给搞没了 所以我说谨慎许愿 在中国呢 家长抱怨说 哎呀 孩子玩游戏 那政府一句话 我们广改游戏公司吧 结果 你孩子玩的游戏可能就没了 你听起来是好事 可是这孩子可能这一辈子 可能都 都不高兴了 就是等等等等 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小时候的问题 往往是说我们正在看变形金刚 看得很高兴 突然天津有一个什么家长 打电话给某老领导说 哎呀孩子天天看变形金刚 不上课 不好好学习 然后呢 老领导说 啊什么美国的动画片 不放了吧 然后结果就变成我们这一代人 几十年的一个痛 几十年都都在想说 你当年怎么看着看着 这东西没了 小时候又不懂啊 也不知道问谁 那会儿也没互联网 对吧 长大了才知道 哦原来是因为有一个家长在抱怨 所以我说在中国这种体制下 你又没有选举 你又没有呃 这就是正常的民意管道 你不要去许愿 你许完愿了以后 你不知道这个许的愿会以什么样的螺旋形的形式 回到你身边 对吧 所以你看你抱怨教培 教培没了 最后说两句啊 就是说这个游戏行业为什么多灾多难呢 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呢 就是这个游戏行业呢 它对呃 其实中国政府啊 就是中国的这套体系 它是有一点左派清教 但也不是完全的 左派清教徒或者是左派理想主义的东西 比方说呃 在很多国家虽然嫖娼啊 或者是卖淫都是犯法的 呃 但是在很多国家 它又属于那种民不举观不咎的东西 呃 或者在有的国家 它就是有的地合法 有的地不合法 它没有一个全国一盘棋的玩法 但在中国呢 这个事就不行 因为中国的呃 我党立国的时候 它是 它觉得自己是个理念党 嗯 它是觉得自己有很多很多的呃 救国的理念 那么呃 包括就是 就是他在乎很多所谓的德 你知道吗 以德治治国的这种感觉 其实这个当然也跟中国儒家传统有关系啊 中国儒家呃 在很长一段时间 他不知道怎么去治理社会 所以他就有一套以德治国的这个说法 那就是孔子说的东西 或者有人说什么半部论语之天下等等 但是实际上呃 在中国古代真正治国的 是很多是利 很多是法家 就是说他在以德治国的皮 表皮下面在包了个东西 今天中国呃 也还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有些很多事呢 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呃 就是斩钉截铁的一个法律上的呃 不允许或者不应该的东西 但是他是从某种呃 道德倾向上去 包括其实比方说像呃 一些正常国家是不大可能有计划生育这种东西 但是呢 我们的政府以一种自我的呃 合法合法性啊 的角度以一种爱民如子 以一种对国家发展的这种呃 高大的远远大的这种呃 理念理想的出发 就是说我们得控制人口啊 所以中华民族怎么怎么样了 实际上你不去乱控制会更好 但是被你控制成人口不足了 对不对 那么这会儿我们要多生人口啊 所以这就是理念党容易出的问题 他很难变成一种实事求是的 就是该怎么做怎么做 虽然我们在改开的时候提了什么实事求是啊 真理真理是检测一切的标准啊 啊那个叫什么 实践是检测一切真理的标准啊等等 但实际上你提这个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在各种各样的管理社会生活中间 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这样 所以这种游戏行业这种在全世界很多国家 比方是在呃 日本就有任天堂这种全球顶级的游戏厂商 呃索尼对吧 还有美国也有微软啊等等 呃在很多全球很多国家 其实游戏都是一个呃 至少不是一个被人喊打的东西 但在中国呢 它很容易变成一个在理念观念下牺牲的一个东西 所以游戏行业就多灾多难 当然还是那句话 在前几年 在前二十年由于互联网呃对政府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东西 互联网发展特别快 你今天想到怎么去管明天它就变了 所以呢 在整个过程中呃 这个中国游戏还是得到了一个野蛮生长 但是现在呢 随着政府越来越理解呃 越来越有更多的管理的想法 那么中国的游戏行业肯定是会越来越多难 多灾多难 大概就是这样吧 好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